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 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 如果大家不出去玩的话 可以跟着幸福的眼泪一起在家吃吃喝喝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羊蝎子火锅 真的超级过瘾 羊蝎子要提前用清水浸泡至少两个小时 然后把它凉水下锅 开大火 把它煮到变色 变色以后把表面的浮沫捞出来 在焯羊蝎子的同时 旁边也要做好一锅开水 把焯好的羊蝎子直接就放进开水里了 如果沫子没有撇干净的话 还可以再撇一下了 这里是需要用到的炖料 有姜片 葱段 干辣椒 桂皮 八角 麻椒 花椒 羊蝎子里面放入适量的老抽 因为我们做的量比较多 所以多放了一点 我妈买了四斤的羊蝎子 再把这些炖料都放进去 再放入一点糖 放点白酒去腥 开锅以后盖上盖子转小火 先炖30分钟 30分钟以后加入适量的盐调味 然后再盖上盖子 继续炖煮一个半小时 一共要炖两个小时左右 羊蝎子在那边炖着 可以再准备蘸料 其实吃这个羊蝎子火锅 可以不用再准备蘸料了 因为汤里的味道也挺浓的了 但是我这个人有毛病呀 吃火锅如果没有麻酱的话 真的吃不下去 正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麻酱的方法 倒一些芝麻酱在碗中 然后再加一点酱豆腐的汤 先把它们调一下 我不会全部都用腐乳的汁来和麻酱的 我看有的人是全部都用腐乳的汁来和麻酱 我是用一点汁 然后再加几块酱豆腐 然后再加一些凉白开 把酱豆腐压碎 然后把它们一起拌匀 凉白开也不能一次全都加进去 要少量分次的添加 其实这个吃火锅和麻酱的方法 在北京的话 每家都有不同的做法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自己瞎琢磨的调法 味道也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和麻酱的这个凉白开 一定要少量分次的添加 最后和好就是这个样子 稍微有点浓稠的状态 然后再加一些甜面酱 再加一点白糖 把它们拌匀就可以了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韭菜花的 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韭菜花 但是我们家那位又非常不喜欢吃韭菜花 所以我就不放了 然后再准备一些你喜欢的蔬菜 羊蝎子炖熟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把它端上桌了 放在火锅里 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真的好香啊 先吃羊蝎子 然后再涮菜 正好过节了 现在北京的天气也开始凉了 炖上一大锅 和亲朋好友们一边吃一边聊 就算不出去玩 我们也过得很充实哦 再来点小酒 干杯 祝大家假日快乐哦 羊蝎子火锅的做法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收藏查看 更详细的图文教程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幸福的眼泪 如果小伙伴们做了这道菜 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 at我来交作业哦